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不是全部那些民意的全部都所谓的 那当然资本原罪很多人都有的 包括多有的也都有 那当然现在有些人还凝婚作案的 在层次只是该抓到判刑的判刑都是 但是现在别人一种感觉就是说 这么一个在文化地域呈现这么多的 外面给人家说就是 医疗科门狗骗 在家里即使做假写 而是高环的 优质的 然后又是侵权的 这是不对的 这两个都同时存在 但是普遍在全国各地 在世界各地这么多年做了多少好事 但是那些人就因为种种原因 个人主观利益关系 把这个普遍这么重点的一些专家在台上 几千人上万人就张口的扶山闭口的扶系 这是不对的 像我们普遍市委市政府宣传部门很窩囊 按我个人要追求这些人在大会上 张口的扶山闭口扶系 要让他花花一块钱 与其生气不如争气 我一直跟他们讲说我们扶山老一代 这六十到七十的这些人 基本上完成他的历史使命 扶山二代 扶山中生代 扶山新生代 我们该怎么办 为蒙修的这个扶山金子招牌 我们怎么样去付呢 这是每一个扶山 每一个普遍人 都应该去深深思考的 我在这儿停留的时间很短 如果要通过我的嘴去向外介绍扶田 你们最喜欢我讲什么 除了您刚才做的这些指示之外 扶田这里有几个大的文化 刚才一个是说 妈祖文化已经三身为国家文化的老实力 那么已经三大足迹之一 既皇帝族宗 既口既妈祖 那在国家一带一路 这个文化战略 这个战略 包括人力运动的构建 妈祖文化将靠近的 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南少林文化 这是常文化 那南少林的跟那个什么 跟我们鸿蒙 鸿蒙当时就是17年 鸿蒙的展门人 带着那个五个跑出去 河上的五个神牌位 然后把这个神牌位 安换在我们南少林 那个里头的那个 报恩堂里头 那当然包括这里头 泉州也说 南少林寺也在泉州 是 南少林寺也是泉州 但是当时清朝火烧 少林寺 然后呢这五个和尚跑出去 在恒花亭 然后来接拜伟宣帝的时候 跑出去 那竹上的牌位 可能是一样安换的 到时候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我们大宫工艰 工艺美术 他这个清明上河图 五几十米 二三十米 而且是世界基地市集 用什么木头座的 是章木 大木头座 然后它还有里面 还有微雕 青明上河图的全图 全图 它这个大宫工艺 是唯一一个 是工艺美术上面的 下去的 还有在美里木兰 白米这个 蓝锡图 就是木兰锡的 这个雕刻 五年之内王座 这是我们图前的这个皮雕 哦 那是 这是什么 皮雕 谢谢 独一无二 什么雕 皮雕 把皮做成 尖刻成块 把谁的皮 把牛皮 养 你这不是吹牛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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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自我介绍 我姓张 然后我是从台湾来 我是做台湾牛章枝 台湾牛章枝 你们知道吗 它是一个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它是 它是一个 牛章枝 牛章枝 爱长灵枝 啊灵枝 牛章枝 别人都拿产品就卖我 不是我在种树 我现在有种两千米 我在我手下 我的愿望 您是台湾什么地方人 台湾台中 台中 那你来福建多少年了 我14年了 寻导师讲你隔壁的 胡同的 以后说隔壁张奶奶 对对呀张奶奶 好好好 我66岁我57的 然后我到70岁 我这中间我一定要达到 在普通 要达到万亩 一万亩以上 那整个很大 没多长时间了 你现在才2000亩 所以我压力很大呀 我看着你两个视频 你在讲说你为了疫情不来 我快快哭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不带来了 而且呢 为了我来 国立联防电空机制 还特别放开了 连核酸都不减了 是啊 所以 为了我来 下次我来拍戏的时候 时间会更长 跟着海涛在这 我没有好几天拍戏 那时候我们再细聊